等会 接下来请收看 善知识法语 护主第八诗 嘎千人拨切简传 嘎千人拨切 乃藏传佛教直贡嘎举派 重要的人拨切 无量节前 直贡绝八吉天宋公 为转伦圣王 有千位王子 后来 契离王位 等解脱过 佛号 龙戏登如来 嘎千人拨切 即为其最小的王子 龙戏登如来授记 千位王子将为 贤解千佛 而最小的王子 嘎千人拨切的先世 会是贤解最后一佛 在印度 嘎千人拨切 是弘扬 释迦牟尼佛法教 龙树菩萨的弟子 提婆菩萨 在西藏 他是松赞干部的大臣 陆东赞 噶尔东赞御松 以及秘勒日巴的新子 惹穷巴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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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嘎千人拨切开始 第一段颂文 获得霞满大洲时 自他未渡 轮回海 昼夜横食不拦散 闻思修 是佛子行 首先要知道 能够获得这个霞满大洲 也就是人参宝 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当我们看见 世界上的人口有这么多 又怎么会是 人参难得呢 这个人参难得 实际上应该与六道 其他众生的数量 一同来做比较 才能够清楚地显现 如果与六道众生的种类 与数量相比 人的数量 真的是少之又少 进一步来说 如果只是想要投生为人 也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一个人可能因为看到一尊佛像 因而在内心生起了强烈的信心 只要这个信心没有退转 就有机会依此因缘 而得到人参 但是要获得霞满人参 就十分的困难 在百人之中 大概只有一两个人 具备霞满人参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 大家要好好地去了解 何谓八种有霞 何谓十种圆满 这些都在前行教法之中 讲述过了 相信忠心的弟子 应该能够了解才是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霞满人参宝 是极为难得的 不过光知道 仍然是不够的 应当要经常在心中思维 观想 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利益 大家想想看 在这么多的人口之中 有多少人 有因缘进入佛门呢 少之又少 而在这么多的佛弟子当中 有多少人 能够正确地实修呢 寥寥无几 能够真实地去修持佛法的人 才是真实具足 这十八种霞满条件的人 而这样的人 真的是太少了 所以现在能够进入中心 做实修的人 可以说 就是具足了十八种霞满的人 至于那些无法实际修持的人 无论他们是贫贱 富贵 卑微 或具有权势 无论是什么背景 都不算是具足霞满人参的条件 我们应该想一想 大海中所有细杀的数量 是如此的多 而细杀的数量 就犹如六道众生的数量 而这些 还仅限于有形象众生的数量 没有形象的众生 数量比这些细杀 还要多得多 相较于此 就可以知道 霞满的人参宝 是极为稀有的 当我们如此地去思维 内心就会强烈地感受到 霞满人参的难得 由于感受到霞满难得 才会想到 应当要好好地利用 这个宝贵的人参 不要把它浪费掉 人参宝 就如同一艘船 能够好好利用的人 就能够用这艘船 到大海中取得珍宝 不会利用的人 只能让这艘船 在大海中 漫无目的地飘荡 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轮回的大海 也是如此 会运用这艘船的人 可以取证佛果 不会运用的人 就只能在轮回之中 不断地飘来荡去 也就是 继续不断地 堕入轮回之中 身体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所以平时需要供给 这个身体食物和衣服 在生病的时候 则要打针吃药 但是我们也不要 对身体过于重视 要了解身体 就如同一个空空洞洞的房子 为了达到今生来世的目标 而将它借来使用而已 它只是一种工具 我们借它来 完成世俗的事情 也借来帮助我们 得到下一世的利益 所以不要过度地 重视这个身体 若是太过于重视这个身体 必然会贪恋 五妙欲的享乐 最终的结果 就是堕入三恶道之中 所以最重要的是 要好好运用 这个有用的身体 如何来运用呢 譬如 做五体投地的大礼拜 做的时候 虽然手也痛 腰也痛 背也痛 但这样做 却能够对我们的羞耻 产生帮助 继而圆满成就 自利利他的佛果 要不然 照顾这个身体 有什么用处呢 这就好比花了很多钱 买了一部车子 买车的目的 是为了用它去做生意 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如果不是为了使用它 为什么要去买这部车子呢 所以我们既然 已经借来了这个身体 就应当好好地运用它 管束它 将它运用于修持上 就如同运用车子 可以为我们赚到很多钱 运用身体 则可以为我们赚到扇形 菩提心等等 这些我们下辈子 还能够继续使用的资量 因此 当我们获得 狭满大舟时 就要好好地利用 这一艘船 要怎么样来利用它呢 正如下一句所说 自它未渡 轮回海 要让自己和其他的众生 一同脱离 轮回的大海 由于所有众生 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亲 因此 我们应当恒常思维 要与他们一同解脱 轮回之苦 那么 要怎样 才能让自它 都能解脱轮回之苦呢 就是要修持 慈心与悲心 要恒常地利用 一切众生 很多人会想 我日夜都忙于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 去利益众生 也没有时间 去修法呀 其实真正的情况 并非如此 日夜都忙于工作的人 他们修法的时间 反而特别地长 这个道理 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我们 为某一个老板工作 工作之后 可以得到一笔钱财 而后 再将这笔钱财 拿来照顾 自己的儿女亲眷 要知道 无论是我们 所照顾的子女亲眷 或者是 我们为她工作的老板 在过去生 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 当我们发现 去利益他们的时候 也就是具备了 菩提心在做事 这样就完成了 利他的部分 而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 而获得酬劳 这也就完成了 自利的部分 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 如果能够带着 一念菩提心 而去利益众生的话 这就是一种实修 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说 日夜都在工作的人 他们日夜都在实修的道理 下一个句子 文思修是佛子行 首先 应当从上师之处 听闻教法的开示 平常大家到中心来听开示 是一种听闻 而在家中或开车时 播放观音菩萨的咒语 或圣旧度母的咒语 这也是一种听闻 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咒语 或者法音的时候 要思维它的内在意义是什么 它的内在意义 就是慈心和悲心 由于众生缺乏悲心 而观世音菩萨 是赐给一切众生 悲心的给予者 这是我们应当 要具备的思维 至于观想时 要想什么呢 要观想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并且去除一切痛苦的因 与痛苦的果 当我们这样去观想 就能够产生慈悲心 经常地思维众生的痛苦 并且了解 能去除痛苦的方法 只有慈心和悲心 令众生生起慈心和悲心 就是真正解除 众生痛苦的方法 这也就是实修 实修的时候 不是去想着自己的痛苦 而是要去意念众生的痛苦 当我们去意念众生的痛苦 就可以发觉 自己的痛苦 是那么的微乎其微 并且会希望众生的痛苦 能够早日去除 觉得自己的痛苦 真的不算什么 如果一个人 有这样的想法 这就是一种 菩提心生起的征兆 因为思维众生的痛苦 而经常泪如雨下 也是一种 菩提心生起的征兆 经常有很多人问我 要如何观修菩提心 观修到底有没有产生力量 其实这只要自己去衡量一下 就可以了解 比如说 过去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如果自己曾经因为 原想受灾户的痛苦 而泪水直流 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离苦得乐 这些都是菩提心生起的征兆 因此对于教法的开示 及咒语的声音 要经常地去听闻 听闻之后 要去思维它的意义 而后 也要在心中 经常观想它的内容 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等等 这就是 闻思修 三种修行的方式 观修磁心和悲心的修持 实际上并不容易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有许多破坏它的力量 是什么样的力量 能够破坏慈悲心呢 这就是 下一段祭宋 所讲到的 第二段诵文 亲方贪心 如水荡 愿方称心 似火燃 取舍皆忘 痴黑暗 抛弃故乡 佛子行 平常我们对自己的子女 父母 亲属 自然而然地 会产生关爱 这是一种慈爱之心 但是这种慈心 并不会保持太久 因为这种慈爱之心 很快就会转变成一种贪恋 据例来说 当我们的亲友 遭遇到别人的伤害 对于伤害他们的人 我们很快就会变得愤怒异常 此时内心的慈悲 马上就会转为称恨 因此只要有贪恋之心 就会有相对的称恨之心 也因此 我们了解到 这种对父母 子女 亲属的贪恋 并非是真正的慈悲心 因为贪恋 随时会转变为称恨 据例来说 如果有一个朋友 过去经常地帮助我 但是有一天 他做了伤害我的事 我就把过去 他对我的帮助 全部都抛在脑后 这就是贪恋心 经常转变成 称恨心的例子 当贪恋心 或称恨心 很强烈的时候 人就会陷入黑暗之中 这就像太阳 被乌云遮盖住一样 当我们对亲人的 贪爱之心